哈喽大家好 我是毛哥 今天来给兄弟们说说苹果手机 过去都说安卓手机不如苹果手机 这一点我也承认 不过那都是过去式了 现在都2022年了 安卓手机其他方面其实已经超越了苹果手机 可以说安卓手机那也是非常强悍 但是你会发现一个怪事 那就是安卓手机虽然好用 但是很多人还是选择用苹果手机 这到底是咋回事呢 第一个原因就是苹果拍视频可以说是相当的牛 我的13pro max用它拍4k 绝对不输专业的摄影机 非常的真实 而安卓手机拍出来的感觉有点假 没有那么真实 效果也是差了一大截 第二个原因就是iOS系统非常强大 用过很多年 苹果的手机很少出现卡顿的现象 而安卓手机基本上两年之后就开始出现卡顿了 而且还要经常的清理 苹果手机你根本就不用清理 尽管用就是了 非常的耐用 系统也是非常的流畅完美 第三个原因就是现在的安卓手机太贵了 根本买不起 对吧兄弟们 这就是真的 你发现安卓旗舰机确实现在卖的比苹果还贵 每一个安卓机都要来跟苹果来抗衡一下 尤其那个什么米 对吧 结果不比不知道 一比吓一跳 效果还是差的太远了 所以在果粉的眼里花一样的钱 可以选苹果手机 绝对不选安卓手机 还是有一定的道理的 兄弟们 最后毛哥问大家 你喜欢用苹果手机还是喜欢用安卓手机呢 欢迎大家屏幕下方留言点赞 想了解手机更多行情 也欢迎大家关注我 咱们下期见